像我們這個灰色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紗 這個顏色是織出來的 所以它布面方面它會比較紮實 然後像黑的白的它是純色下去染色的 所以它的彈性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一款的小心機就是它的曲線 它的曲線看起來腰就會比較細比較鬆 就是像背心這樣很方U的 然後是車這樣子 沒邊的 後面挖了一點這樣子 看起來背骨會這麼厚 然後後面加了一個這個鐵牌 我給你們感受一下 它就會有一點像碳黑啦 你看你們感覺帥嗎 就是這個刷絨的這一塊 會比這個正的黑稍微再霧感一點 沒有那麼純色 它不是瀑布喔 應該是這個毛的感覺 所以你就是會覺得那個 先跟你們講 因為我很討厭黑色不夠黑 可是因為這塊布又布性又很好 我就是沒有放棄它 就是黑色先提前跟你們說 那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你們就可以選擇黑色 整個背到整個正面 都是這樣子雙層的這樣子 然後包括這個背面的地方 然後前面的話 你們在洗的時候可以把這個胸面取出來 這樣子 取出來 中間有車一個隔開的 所以兩個胸面不會這樣子 互相跑來跑去 那我們從領口到腳口都是車沒邊的 它是完全無階縫的 所以整個都是兩層部 身體全部都兩層部 只有手秀的地方是單層部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有個車縫 這裡 很利落 對 黑白身灰淺灰 喔身灰 是個色 對是個色 對是個色